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標股極限峰 我是主持人安琪啦 我是鍾翔老師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先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鍾翔老師的個人頻道標股極限峰 那我們就正式來看今天的大盤 今天又是一開盤 就是百花齊放輪漲輪動 那台積電雖然是有一點熄火 但是全子股其實三個 三雄都還是有在往前衝的 老師我們要怎麼看這一波漲潮呢 我想在這裡應該沒有漲完 所有同學應該也看得出來 還沒漲完 幾乎每一支股票都漲 唯一沒有漲的就是偽創 對 很奇怪 所以同學在這裡 沒有人買的股票 它本來就不會漲 有人買的股票它自然會拉 甚至從盤下拉到盤上 對不對 舉例來說 趕快訂閱按讚分享 舉例來說今天有一支股票 昨天漲停板 嗯 今天打到盤下又被拉上來 來拿一支 3105的紋帽 被打下來又被拉上來 被打下來又被拉上來 對不對 因為它剛剛要開始起漲而已 怎麼可能一根漲停 然後就大跌了 因為昨天量太大 今天量有一點小縮 微量縮 我們今天有買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如果它今天開160 然後就往下打 那我們不會買 那會被殺到 對 那因為今天沒有開很高 所以一買平盤 平盤以下買都很漂亮 隨便買 今天有會員說 老師我買152 當沖154 尾盤再沖掉 其實都可以啦 小賺賺啦 這個也不會賠到錢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來說 同學看到我們昨天 我們講什麼就買什麼 昨天買6719 今天最高是不是來到306 有 老師是不是說會到305 昨天晚上寫的 對 昨天你買293到305 又是10塊錢 10張就10萬 你就沒有買 沒有買那就算了 沒有衝到 對沒有衝到 隔日衝遠是可以賺錢 老師跟你講的6415 系列是不是到500塊了 老師都下不來 今天很強 創新高了 老師是不是跟你講說 330我告訴你 譚委長 對 330到530了 200塊啦 今天還有一支很好玩 哪一支 老師以為不會動 為什麼 因為在這裡要除息了 下禮拜有很多股票要除息 653的愛普也要除息了 對不對 今天也是有人拉 昨天也是尾盤有人拉 這兩天都紅髮 還有一個跳空缺口 對 但是他還是還沒有過肌仙 但是肌仙外來扣底低檔值 所以他拉上來也好啦 譬如說他如果拉到370 除息減掉7塊錢 這個底部就確認了嘛 其實最弱的還是這一支 他都沒動 3443 最低1520 最高1580 又是2又是5又是8 對不對 還有6643 今天漲天板 是 對不對 3529 3529 也是漲 張6643 M31算是有量出來 對啊 3529 你注意到啊 3529 已經比3661還貴了 對 對不對 3661 不知道咧 所以 來我們教同學3661的K線 對不對 他說實在 第一次碰到季線真的是不強 大盤都漲到天上去了 他也不會動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在這裡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力旺M31 今天3035的資源 有漲 這個我昨天晚上寫說 現金增資310 破了 過310 過310 為什麼要過310 因為外資天天買 外資認購如果是310的話 他要拉到310以上 他才賺錢 認購 外資認的比較多 你又沒認 你有認嗎 對不對 你沒認吧 大概法人認的比較多 他也很慘 他跌到270 270再拉到多少 321嗎 今天 對啊 今天321 大概就是這樣子 316 316 大概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看這個 金國光 金國光是不是也漲了4% 對 對不對 對 注意到了 漲停不是我們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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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回來 我跟你講 這裡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 開始有點改變 低點沒有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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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慣性改變了 收紅霸 老師他今天為什麼不會漲停 亮 今天有沒有1萬張 沒有沒有 所以我今天叫同學不要賣 很多同學喜歡衝來衝去 先賣後買先買後賣 我就不要動 萬一禮拜一直接一個開高 會不會跟這一根一樣漲停板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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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今天量是不是比昨天大的 是 他今天為什麼沒有辦法拉到漲停板 量不夠 沒有到1萬張 對不對 對 昨天你賣掉的 你今天想要買低 沒有沒有低點給你買 開盤價318 馬上就拉到33塊 33塊 33塊 就這個 他如果禮拜一過33塊 來我們看一下周縣 周縣是不是紅吧 是 是不是紅的 對不對 一根大腸紅 上癮線小黑亮縮 本週只有4天 是不是紅的 對 所以我認為這支股票 這高點會過 來看一下周縣 是不是大底 是 這種股票這個不是大底 什麼叫大底 這兩年的底部 金國高 他不漲的時候都不漲 他一漲都是一倍的 你注意看 我們在這裡跟你講 他本週周縣是紅的 好我們看一下月線 對這個 月線 月線這個點 50塊 50塊我認為會過 會過 會過 那現在可以入場嗎 如果是空手的話 空手的話 你就 就32塊左右 33塊以下都可以買 等他開低一點的時候 他禮拜一不會開低的 他禮拜一不會開低 禮拜一不會開低 禮拜一要買就趕快買了 他禮拜一不會開低的 這個怎麼可能會開低 每天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慣性已經改變了 量已經出來了 所以禮拜一還會再繼續衝 禮拜一會衝了 搞不好禮拜一會漲頂版 來有什麼問題趕快問 今天還有一支股票 哪一支 那個細微嗎 2388 2388微生 大家都說 微生也要除息 結果現在還大漲 今天有沒有量 有啊 我告訴你 就跟昨天 那個 昨天的艾埔一樣 昨天 阻力已經忍不住拉了 今天繼續拉 威盛要除息 我本來以為威盛不會動 因為要除息了 要除息他基本上他就不會 就是怎麼講 既然要除息的股票 基本上就不會有阻力進去 大家會等他除完息再買 但是我跟你講 阻力比你心急 對不對 你們大家都不當衝對不對 我來拉 偷偷給你拉到漲停板 嚇死人了對不對 這底部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出完息之後 我告訴你 除息前敢這樣拉的股票 一定有人在裡面 搞不好出完息就上去了 還有什麼問題 好有人想要問老師 艾埔他有機會跌到345以下 然後如果他跌到這個地方可以買嗎 唉345以下 當然可以買啦 不過機會不大 機會不大 因為昨天已經偷偷有人在拉了 昨天突然拉了 將近10塊 今天盤中又拉了 將近10塊 是對不對 我說今天最高是362有沒有 是不是362 對 362.5 對不對 362 是 老師你寫那個258 老師你寫348到362 老師348沒有來 主力不要跟你買啦 我告訴你啦 除完息之後就會動了啦 嗯 好跟你講啦 他下半年很好啦 反正講你也不相信啦 而且這一支股票你看3443 1520到1580 老師的258多好用 好再來 好 那老師有人想問8454的富邦煤 他買在460 他想問能不能解套 富邦煤以前量很大 最近都沒量 對啊 你看他以前量很大 哦 460可以啦 可以解套啦 嗯 因為底部已經出來了嘛 不過這種事算空頭的股票 不會喔 在這裡已經打出一個底部 嗯 機械已經站上了 這個還往下 460 460 僅限的位置大概400 470左右 會解套 在哪 會解 好 然後6952的大53 有人買在80 就想問能不能解套這樣 哇這什麼股票 大53 這應該是上新貴的吧 哦 這新貴的才會這樣 哦 同學你們怎麼會買大53 老是都沒聽過的股票 對啊 這個真的好好少見 這個這個是除息嗎 這個我不知道欸 甚至他打泰53 但是沒有泰53這支股票 還去找大53 對啊 這是除息嗎 這新貴的 新貴我不回答 好 因為新貴量很少 哦 哦 新貴的量很少 同學 上市上跪的股票就2000檔了 你才去玩新貴的 你不是啪嗒啪嗒啪嗒 再來 好 然後有人想問6104的創維 什麼時候可以出啊 嗯 創維今天好像是沒有 他這一天拉上來 是 基本上 創維是 再打一次 不過IC設計壞不到哪裡 應該有機會來到120左右 是 你看他這一波這樣跌下來 也跌很深 但是昨天拉一根大腸紅嘛 今天就不跌了 所以大概穩住了啦 有穩住 120以上啦 120以上可以出是不是 好 然後下一檔是2421的見準 有人買在136 想問能不能解 我記得我有講過見準就是比較弱 所有這個 這個所有的這個散熱股啦 3017啊 七紅 嗯 外資又看好嘛 嗯 對不對 對 他就上去 雖然外資沒有買 但是可能吧 可能有的外資有買有賣 3324吧 雙紅 你看一下七紅跟雙紅 是不是也也 縱然沒有沒有再破低了啦 啊 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這種股票啊 埋在這裡有一點賭吧 嗯 就像3231的偽創 你看大盤大盤長的長的那個樣子 他還是不長 對 對不對 嗯 啊這個毛毛蟲毛毛蟲毛蟲都破掉了 對 對不對 那他現在看起來像是有做出一個新的底嗎 看起來是有一個底 喔 啊 尾創每天都利多啊 外資每天都看好啊 嗯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這種股票我們沒有買就對了 好再來 好 那2368的金像店 他買在240問能不能解套 金像店也差不多有一個底部 昨天黑K今天小紅K嘛 今天亮縮了嘛 對 240 大概這一條線會來啦 220 嗯220 220應該會 那240是買蠻高的 買的蠻高 240在這裡 對 那邊那邊是284 可能另外一個 對 這個坡的地方 其實像這種股票 坦白來講 我是認為240就算不能解套 最少也可以到200 因為沒有那麼差 是 好再來 好 所以他是200就要出嗎 還是 到200的時候再來問 好 那我們還有建德工業6606 建德工業 建德工業這一家公司 我知道在三重工業區 對 他們還在29塊 建德工業以前是我的客戶 這個老牌公司 我記得我大學畢業後來 後來 我有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時候 建德工業我有去 去拜訪過他們公司 跟他們公司有做生意 那 真的是成交量太小 他以前他好像工廠是在三重工業區 我已經忘了他是做什麼 他只有6張 怎麼會去 不只6張 總量89 89 像這種公司同學 成交量太小 你叫我帶同學進去買賣 對 對不對 他買在多少 他買在29 他買在高點 29 29就是 還好啦 29 29 基本上 同學這個量太小 不要去玩 有 28 29之間就把它出掉 就不要玩了 好不好 好 有吉拉就把它出掉了 28 你買29 就算賣28 29 你也沒怎麼賠 嗯 那老是 我的錢只能買到二十幾塊 三十幾塊的股票 嗯 那你不會買金國光 對 他量又大啊 但金國光現在是進去的時機嗎 30塊還好啦 30塊上下可以 30到33之間你還不買 將來到50塊你就會去追了啦 他在年底之前有機會到50嗎 不要不要年底 你這個月應該就會到50 真的喔 這個月這個月就會到50了啦 嗯 他有量嘛 對 對不對 你看一下 我有同學買30張的 嗯 30塊買30張也不過100萬 對 對不對 買20張也不過60萬 這個20張很好進很好出啊 嗯 對不對 同學要有量的股票嘛 你不要買那個沒有量的好不好 沒有量的你要問我 我真的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好再來 好 下一個是5351預創嘛 就問說買到57 錢高還有辦法過嗎 今天這這支股票很奇怪 昨天外資跟投信都同買 嗯 然後今天又大大再漲 他要停下來 他又停下來 他沒量 我告訴你這一支股票沒有阻力在裡面 喔 真的喔 對 我跟你講股票要有阻力 嗯 有阻力他就自己會拉 喔 那這個 這一支 我是搞不清楚啦 盧超群我是認為還不錯啦 但是很奇怪啊 外資買 可能外資今天買了就漲 那外資不買他就他就不會漲 對不對 因為沒有阻力嘛 是 對不對 喔 那原則上大概就在50到55 我認為55還是會來啦 啊什麼時候會來 我也不知道 那他買在57這樣會解不到嗎 同學你為什麼都要買在57 我覺得很奇怪 最高價就是57啊 嗯 你還買在最高價 同學你太有一套了 啊 我們會員都買在50塊以下 啊 最高也買5152 但是買5152的 我5657有出掉 喔 對不對 出一半 有出過一半 後來 後來我們這一支股票就沒有再扣買 嗯 啊 老師為什麼不扣買這一支 因為我覺得50以上已經不好了 現在來說好像沒有阻力在裡面 喔 好像沒有啦 就是我搞不清楚啊 以前這支股票有很多阻力在做啊 現在搞不清楚啊 對不對 就就就像這個 這個2337 旺宏啊 嗯 旺宏好像也沒有沒有人在玩啊 沒有阻力的意思是說他如果大盤漲跌 跟他比較沒有關係 跟他沒關係 你看 大盤已經已經跑到這邊來了 對啊 他還在這裡 嗯 你看一下6209的經國光 你看這個K線差多少 差 這個是這樣子呢 對 啊那個是這樣子呢 嗯 對不對 所以同學在這裡啊 我教你一下K線 我問我問你啦 今天誰拉上去的 今天 不是我會員去拉的 是 真的啊 不是我會員去拉他 是外資 這誰拉的 我不知道啦 我真的不知道啊 市場的主力 有人在做的股票就會拉嘛 我問你啦 這個誰拉的嘛 對不對 6531的艾普 要死要死 今天誰拉的嘛 我們看2388的威盛 這誰拉的 賞停板 這誰拉的 知道內幕的人 難道是你拉的嗎 不會啊 老是你拉的 沒有啊 我叫同學說威盛不要動啊 我有一個同學啊 看拉到漲停板 他把他除掉一張啊 收盤價再買回來 也行啊 也行啊 也是賺錢啊 這誰拉的 這不是我會員去拉的呢 那誰拉的 股票就是要有人拉嘛 如果沒有人拉的股票 這個有量 這好幾千張 你買10張沖一下也爽啊 對不對 好再來 好 再來的話 有人想要問5904的保雅 5904 保雅也不錯 對他買在550 他想問能不能解 應該會解套 550 哦 所以這一根大腸黑很討厭 對 保雅會解套 保雅 你知道保雅嗎 知道啊 我路邊很多人都有 大家 大家時常要去保雅買東西 老實也去過保雅買東西 對不對 還有一隻叫 還有一隻叫 碧硬碧硬代號 碧硬 碧硬 碧硬還有一些漲停板 真的 沒有我沒有碧硬的代號 來查一下碧硬代號幾 但保雅 保雅所以他還會在網上 保雅還好啦 碧硬662 662 這一天拉漲停 對 我不是說這個 跳空 跳空拉漲停 但是隔天就黑K了 昨天就黑K了 是 我不是說這個 如果說周杰倫啊 蔡依林啊 王心霖啊 如果要去辦演講的話 對 對啊 大巨蛋演講 聽說好像 好像 演唱會啦 演唱會啦 不是演講 演唱會的話 對不對 突然前天拉漲停 對啊 老是嚇一跳 才剛講完不久 是不是 講完第二天就拉漲停 對 是不是周杰倫要 張學友不可能開 張學友不開 對 生意已經不好了 對不對 就很奇怪 你看 對 不動不動不動啊 這一天出來拉漲停 嗯 這樣子也是主力的 這一定有這種消息 我跟你講 拉漲停你隔天去追 不是又套了 對 你就在這等嘛 你如果要拉漲停 上來100塊以上 你就出掉吧 因為這種股票 我老師真的不會做啦 除非老師去做一個 開一家經濟公司 找這些 這個 找王心霖來開演唱會 對 或是周杰倫啊 蔡依林啊 對不對 大巨蛋 我跟你講 大巨蛋在台灣 能夠去唱的人不多 劉德華大概OK的啦 這個張學友 還有啊 還有就是這個周杰倫 嗯 蔡依林 王心霖 大概這五個 大概大巨蛋的票還賣得完 其他如果比較比較 知名度沒有那麼高的 我不要不要說小小 小歌手啦 知名度沒有那麼高 我告訴你啦 小巨蛋都賣不完 大巨蛋怎麼可能賣得完 大巨蛋是小巨蛋的幾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同學你要懂股票啊 股票到底是在幹什麼 但是他在幹什麼 你都不知道你要怎麼賺掌停板 嗯 好要去知道那個公司在幹什麼 那我們今天就先問到這邊 那我們就要趕快去追蹤老師的什麼 鐵怪 沒錯 標明 我告訴你老師很準喔 來看一下 我昨天寫6531的app 對 可以到362 今天最高速來到363 362.5 對 哇 老師跟你講3443 1520 1580 對 有沒有準 有 今天到 老師準的才敢寫喔 這個我就不敢寫了 因為這個看不懂 嗯 好 看不懂就不要寫 好不好 是 祝同學 在這裡 周末愉快 今天股票都漲了 當然愉快了 對不對 周末愉快 下禮拜我們好好拼一下 我告訴你6月份很精彩喔 嗯 好 個股輪動喔 你要知道怎麼輪喔 嗯 同學就這樣 好 那大家下次再見囉 拜拜 掰 本公司以往之 chess 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演員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咦 同學同學 你啥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听 這個 喔 訂閱理財 作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